现在噪音问题已经是成为小区邻里之间 很容易纠纷的因素 今天说的这个事情 就是两家人因为噪音的问题 影响了小区的其他业主正常生活 叶女士住在一个小高层 她住在11楼 但现在自己睡眠非常不好 原因就是8楼经常制造噪音 她也向记者展示出了一段噪音 叶女士是住11楼的 现在被8楼噪音吵得睡不着觉 可见了这8楼的噪音是有多大 这8楼制造的噪音不光是白天 晚上的时候还特别明显 这让她非常难以入睡 而且8楼放的音乐节奏非常的强 比如说忐忑 要弄喊埋的 特别是晚上的话就会比较明显 就是你躺在家里的床上 都会有那种音乐的那种震动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 基本上楼下楼下的 楼上楼下的业主 晚上睡觉都是要带耳塞的 不然你根本很难入睡 这11楼都能听见噪音 更别说9楼的业主了 管理师住在9楼 对于楼下发出的噪音 她也是深受其害 我是就是四大元90爱的嘛 就一强之隔 就是他那个就是那个叮咚叮咚的 那个声音嘛 就是像蹦迪一样的 就是影响到我的睡眠 8楼之所以全天制造噪音 是因为801和901之间有矛盾 现在殃及了其他业主 恩怨吧 导致现在就是八楼 会长时间的播放音乐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家里就会全天播放音乐 然后会影响到 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 801和901之间的矛盾 也是因为噪音而起 双方矛盾闹了好几年 901的业主是受不了搬了出去 现在把房子租给了其他人 租房表示 对于楼下制造的噪音 它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现在根本就无法入睡 这一次声音一直放在里 好大声音 小孩玩一次 谁叫这么的声音 虽然是白天 但在901卧室里 还是能够听到801放出的噪音 801的业主 现在是全天24小时 不停制造噪音 让小区的其他业主深受其害 其他业主是非常无辜的 确实不清楚 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 演变成现在这样长达 很多年的这种互相的折磨 但是就是我们现在就是 无辜的受害者 就是这一棟楼 大家现在因为这件事情 大家在家都休息不好 不管是白天还是 但是801和90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记得终于是联系上了801业主 801的业主说 自从楼上搬过来之后 就制造噪音 他走路的声音晚上也会有吗 801的业主指责901 经常制造噪音 而且家里木板装修有问题 所以噪音就特别的大 事情到底是不是801所说的 记者也联系上了901业主 我们楼上吵 其实我们楼上是不吵的 他那个人呢 就是听声音比较敏感 然后就是我们楼上 就是不能有一点动静 他有一点动静 他都觉得 他都觉得就是受不了 就比如说 我早上就手机上闹铃 就是震动的那种闹铃声 他说他楼下都能听到 你说像这种情况 那我们能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之前 他说我们楼上吵嘛 让我们换鞋子啊 买的什么静音拖鞋啊 扑地毯啊什么的 我们都弄过了 弄过了 他还是觉得吵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你们原先家里 是住了几个人啊 原先 原先家里我就住两个人 就我跟我儿子两个人啊 然后我儿子上学 我上班 我都上百班的 我又不是说三个半夜回来 我们现在都没住家里了 为什么班长啊 他那下面吵的那个声音 那种声音 我们听的也受不了 所以我们那也没法住 他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播放音乐的 两三年前就开始放音乐了吧 太吵了 我儿子也没法睡 然后我也 我被他吵得经常失眠 我也睡不着 后面我就外面住房子了 九楼的业主说 是八楼的业主对声音太敏感了 自己家里都不敢弄出一丁点声音 不然的话 八楼就会找他们麻烦 他也想过各种的办法 但八楼还是反应有噪音 八楼一直制造噪音 也让他们无法入睡 没办法 他们才把房子租出去 他们把房子租出去了 他并不是解决问题 他而是逃避问题 就是现在租户坐在楼上 你还是觉得很吵吗 不是 我觉得吵 事实就是很吵 现在他们反应说 你们家好像 可能24小时都有在播放音乐 是吧 我给你说是这样子 我家播放音乐 是我的一个自救行为 我家 他家有多吵 我家必须得盖过他家的声音 我没办法 我自救的 我吃药的 我心脏受不了的 晚上你自己家里放音乐 你也休息不好 我跟你说 我现在我家里面不放音乐 我倒还休息不好 为什么 因为他们经常会叮咚 就突然一下 我心脏更受不了 我一直处于吵的环境当中 我已经习惯了 如果说 我如果说很安静的话 他突然来一声 我心脏受不了 八楼的业主还说 因为他受不了楼上走音 就放了音乐 可没想到九楼的业主 也跟着他们一起放音乐 就相互进行折磨 边下面一起放嘛 结果 我说你吵我 我也吵你嘛 然后音乐是房东买的 然后我就放了一下 放了一下 然后隔壁的都会找来 然后我就没放了 就放了一次 八楼和九楼矛盾 已经延续了好几年 如今已经影响到 其他业主正常生活 现在因为801和901之间的矛盾 让其他业主 不能正常的休息 邻居们是苦不堪言 希望801和901 能够好好把问题解决了 给大家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 那我觉得邻居关系嘛 和睦相处的是最好了 是不是啊 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来协商嘛 你们这座楼的隔音怎么样 隔音一直都不好的 你们家也能听到楼上的这个声音 那也能听到呀 那我觉得他有时候我们 那我觉得这个不是业主的问题啊 不要就是正常生活 不要影响到 我觉得都能接受 就是801的人 他原先就是也来找过我们 就说他说我们有可能就是走路啊 声音就是吵到他 那我就不知道呀 因为我不是跟他上下楼呀 我只是隔壁当员嘛 再后来呢 他先给我们买了金银拖鞋 那我们买了 我还买了那个瑜伽 对此801提出了自己要求 他希望901重新装修地板 并且要给自己精神赔偿 地板重新装呀 然后这么多年 对我家造成的伤害呀 一万块钱呀 对不对 然后还有我家的锁 被他给撬坏的 锁赔给我 我们怎么可能赔装他损失 他不赔装我损失就好了 我在外面住房子都好几年了 就算就算再把什么地板装修啊 什么都在弄一遍 他还是能听到声音啊 不可能楼上一直就是没有人 两家人的争端已经这么久了 那么物业在其中有没有调节呢 并不是说我们物业不管 真的是管不了啊 你知道吧 怎么调节调节不好 我跟市区都上了很多很多次了 物业非常的恼火 跟双方调节了很多次 双方都不退步 事情就一直僵持的 现在因为噪音的问题 业主们也是多次进行报警 派出所民警也只能从中进行调节 民警也表示 现在801和901的做法 已经是将矛盾持续升级 想解开心中的心结非常难 但派出所会继续对801和901调节 报警的问题啊 也日益的头去啊 我这个是建议大家啊 大家都包容多理解啊 这个不要这个互相的啊 互相的互相互之间的 就做造人 更把矛盾更加激发 作为公安机关 我们也会主动的靠钱 和大家多聊一聊 紧急的沟通 促进这个矛盾的解决啊 然后是大家都有一个 这个安静 大家似乎 都在